花蓮县老人会日前举办市长辈歌唱锦标赛 有20位长辈以歌会友 同时也选拔出了国语组和台语组的优胜者 另外95岁的樊沈玲他货班特别奖 县老人会的理事长高明星 他很感谢市长薇佳贤支持举办这场歌唱活动 要拓展长者社交生活也提升他们的生活趣味 这场专属老人家的歌唱比赛在花蓮县老人会的二楼举行 分为国语组还有台语组 各组取前三名还有两名的优胜 市长薇佳贤特别到场 并且上台和理事长高明星及先议员薇佳燕服务处的助理许玉生 一起合唱掌声响起场面相当热闹 今天也非常开心看到大家齐聚一堂来唱歌唱比赛 那刚刚理事长也讲唱得好的话 我们继续在办理相关的歌唱比赛 也跟他报告我们马上去来办好不好 好 请理事长再送相关的计划书 也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也要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 因为疫情的变化随时都有可能会有一些转变 那这些病毒都是针对长者跟我们长辈 那家里面还有长者跟长辈的部分也务必要把他们顾好 那刚刚掌声响起来 其实有时候走政治是比较孤单的 我相信每一个人经历过上台或下台 那有时候掌声会很热烈 有时候掌声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每一段的过程我们都必须要 政治人物就是这样极其落落 那我相信只要心态正常 卫民服务我相信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 那再次要谢谢我们所有老人队的所有长辈 过去对我们花莲市公所或公所团队 或个人的部分的一个鼓励 那也希望未来花莲能够更好 看到老人家们唱歌唱得十分开心 市长温家贤当场表示将会再举办歌唱比赛 邀请更多长辈们一起来同欢 不过前提是防疫工作一定要做好 在比赛现场市长除了颁奖表扬各组优胜者 还颁发特别奖给95岁的樊成林 主着手仗的他在为市长等人参扶之下 上台接受这个奖项 也让大家看到爱唱歌不分年龄性别 祝福每位长辈们都可以天天开心 这里会幻视报导